幾名員警拿著手電筒仔細查看 因而操狀車禍停在大馬路上的黑色轎車 兩人相中的轎車停在馬路上 其中一台卻冒出陣陣白煙甚至發出聲響 現場沈入緊張狀態就怕車子爆炸起火 原來這裡連環車禍是一輪母女騎的機車 要閃避計程車而發生擦撞車禍 沒想到警方到場處理沒多久 有輛黑色轎車位要閃避車禍現場 逆向行駛對向車道使又不慎撞上一面而來的 另一輛黑色小客車後隨即翻覆 駕駛就這樣卡在車子下面 當時在場的警民一起合力把車子翻證 將雙駕駛送一救治 衝過來的吧 對 還是他在看車禍 他應該是在看車禍 因為我都還在這邊 我沒有超越他是衝過來的 被撞駕駛講起當時情況 還是有點不知所措 表示自己沒有跨越狀況線 卻突然遭中 所欣兩起車禍 三名受傷的人都沒有大礙 只為閃避車禍導致自己撞車 反覆造成連環車禍 大家都飽受不小驚嚇 記得陳生意高雄報導